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乔治的赛车 今天阳光明媚 佩奇一家去了爷爷奶奶家 佩奇 乔治 猪爸爸和猪爷爷在屋子里 看电视上播放的赛车比赛 二号车快点加油啊 两位选手并驾齐驱 终点快到了 这比赛可真是太吵了 比赛真是太激烈了 是二号车 这样好多了 这个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快把电视打开 这场比赛太激动人心了 真高兴我没错过比赛的结果 你看 结束了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 你们应该到户外去玩玩 好 听你的 猪奶奶 孩子们 你们要玩什么呢 乔治说 他今天想要玩赛车 我知道了 我们就给乔治做一辆赛车 你真的能够亲手做一辆赛车吗 爸爸 不能 但是猪爷爷他可以 那好吧 我会亲手给乔治做辆赛车的 这里是猪爷爷的小屋 他在这里做东西 来看看我这里有什么 啊 有辆旧的婴儿车 不 乔治已经不是小宝宝了 爷爷 我们需要的只是婴儿车的轮子 佩奇 这个可以做成赛车的引擎罩 这个可以拿来做成座位 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 乔治最喜欢的数字是二 这辆赛车的速度一定会非常非常快的 太好了 拜托 不要让他跑得太快了 爷爷 乔治他还太小了 这你不用担心 佩奇 这只不过是一辆售货车 而不是一辆摩托车 这样啊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方向盘 最后你需要戴上衣服 赛车眼镜 还有一个头盔 太棒了 这就是乔治的赛车了 小狗丹尼 斑马苏仪和小马佩德罗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快来看看乔治的新赛车 我要跟你来比赛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想要参加比赛 你的赛车在哪里呢 佩奇 我没有赛车可以跟你们比赛 你不用担心 佩奇 你可以做乔治的比赛工程师啊 比赛工程师是什么 如果乔治的赛车坏了 就交给你来修 哦 好的 那我希望你的赛车经常坏 让我们开始比赛吧 比赛内容是绕公园三圈 可就各位 预备 开始 他们出发了 加油乔治 加油乔治 第一圈结束了 乔治在最前面 外面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我正在屋子里看电视呢 我们正在进行赛车比赛呢 第二圈比赛结束 乔治还是在最前面 哦 糟糕 乔治的赛车掉了个车轮 比赛工程师在哪里啊 我在这儿呢 现在怎么办 我要把车轮给装回去 没问题 比赛工程师 加油啊 乔治 哦 我的天哪 乔治现在落到最后面了 再开快一点 乔治 加油啊 乔治 加油啊 乔治 乔治 赢得了赛车比赛 太好了 你做得太棒了 乔治 我相信你肯定是世界上最棒的赛车手 那么 佩奇也肯定是世界上最棒的比赛工程师 没错 我是最棒的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坐飞机去度假 佩奇和乔治准备去度假 他们正在整理行李 你们不能什么都带去 但是爸爸 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玩具 只能带一些重要的东西哦 好的 我要带上太迪 而乔治呢 可以带上恐龙 猪妈妈正在为假期收拾一个大行李 哇哦 有这么多东西啊 猪妈妈 你确定我们都需要吗 是的 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好吧 哦 哦 小羊苏西来了 你好啊 佩奇 你想出去玩吗 我今天不能出去玩了苏西 因为我要出去度假了 哦 那么你要去哪里 我还不知道 去一个可以度假的地方 嘿嘿嘿 这听起来很不错 哦 爷爷奶奶来了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 我们来这里接金鱼金金的 你们去度假了 我们来照看他 金金在这儿 奶奶 你不要把它喂得太饱了 好的 佩奇 公牛先生开着出租车来了 他要带佩奇和他的家人去机场 你好啊 主爸爸 我帮你拿那个行李箱吧 箱子真重 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吗 是的 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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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机场 再见 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假期 请出示机票 给你 有行李吗 有 不过我想 这个行李可能有点重 别担心 请放在衬上吧 好重啊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吗 没有 还有吗 有 你们可以拿着这个小行李箱上飞机 请你们到那边去排队吧 这个就是行李安检机 爸爸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台可以看见行李内部的机器 哦 请把你们的行李放在这儿 谢谢 谢谢 看 这是我的行李 里面装着泰迪呢 恐龙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架飞机将要带着佩奇和她的家人去度假 飞机 哦 乔治很喜欢飞机 欢迎各位登机 希望你们大家可以有一次快乐的旅行 我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吗 哦 当然可以佩奇 乔治也一样 你也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 嘿嘿嘿嘿 你们大家好 这里是机长广播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 机长 那我们要出发了 哦 看呐 泰迪 我们起飞了 你看到外面有什么佩奇 外面都是云 还在下雨 哦 现在又是晴天了 那是因为我们在云的上面 现在飞机飞得越来越高了 哦 那我们是要飞向太阳了吗 不是 但是我们要去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佩奇和他的家人坐着飞机在天上飞 他们要去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我还是让他出来了 Corey 弃光的地方 优优独播治庭 谢谢神魏 谢谢神魏 我介绍一下 蟹路 我想牛奶 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夜行动物 佩奇和乔治在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里过夜 我说爷爷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现在是睡觉的时间 你不用担心佩奇 我只不过是要去花园里抓那些鼻涕虫 还有那些蜗牛 为什么呀 猪爷爷不喜欢鼻涕虫和蜗牛 因为它们会吃蔬菜的 抓它们的最好时机就是在晚上 拿着手电筒 乔治和我可以去吗 拜托你了 那好吧 不过就这一次哦 穿上你们的外套和靴子 佩奇和乔治在睡衣外面 穿了件外套 还穿上了靴子 佩奇你来提这个水桶 而我呢就负责拿手电筒 不要待得太晚了 知道吗 猪爷爷 好的 狗奶奶 我们要把所有的鼻涕虫还有蜗牛 抓进水桶里 啊 这里有一只小蜗牛 好了 两只小蜗牛 还有一条鼻涕虫 鼻涕虫 这是太恶心了 这些是猪爷爷的小鸡 沙拉 杰米玛 凡尼莎 和纳威尔 你们好呀 小鸡 现在我要让小鸡们回去睡觉 晚安了 小鸡们 晚安了 小鸡们 晚安 为什么鼻涕虫和蜗牛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呀 爷爷 因为鼻涕虫和蜗牛一整个晚上都在吃蔬菜 有些动物会在白天吃东西 就比如我的小鸡们 还有些动物会在晚上吃东西 比如 哦 狐狸先生是你呀 你好啊 猪爷爷 你的小鸡们是不是都睡觉了 都睡了 他们现在在鸡舍里睡得正香呢 那太好了 我要回去了 晚安 晚安 好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些动物会在晚上吃东西 比如 哦 你好啊 爷爷 你的水桶里面居然有一只小动物 哈哈哈哈 是的 这是一只刺猬 它很喜欢吃鼻涕虫和蜗牛 你好啊 刺猬 哦 它现在卷成了一个球 是的 佩琪 因为它觉得害羞了 出来吧 刺猬 刺猬 你不用感到害羞的 我非常喜欢刺猬 因为它们可以保护我的生菜 不被那些鼻涕虫和蜗牛吃掉 哈哈哈哈 再见 刺猬 刺猬 再见 那么还有其他的夜行动物吗 爷爷 有啊 比如说飞蛾 哦 它们看起来很像蝴蝶 这些小家伙们很喜欢在晚上出来 它们喜欢手电筒的光亮 当手电筒关掉时 它们就会离开 当手电筒再次打开 它们就又回来了 嘿嘿嘿嘿嘿 我可以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 再见 飞蛾 你好啊 飞蛾 再见 飞蛾 嘿嘿嘿嘿嘿嘿 如果我们关掉手电筒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见另一些 非常非常小的夜行动物了 在哪里 抬起头看天上 那是一颗流星吗 爷爷 不是 那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 它是不是着火了 哦 不是的 佩奇 它的肚子是可以发光的 哇 那么在你的花园里 还有什么比较大的夜行动物吗 爷爷 没有了 哦 那是什么 那肯定是一只大的夜行动物 哦 哦 原来是猪奶奶 哦 你们在这儿啊 奶奶 奶奶 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夜行动物们 打招呼呢 那很好 可是现在 你们该跟他们说晚安了 晚安了 夜行动物们 你们这些小家伙 早该去睡觉了 是的 亲爱的奶奶 晚安了 小家伙们 晚安 奶奶 晚安 爷爷 可不得抢 陈子 甘 可不得抢 ant 母 raise детей 他 拍摄 cleaned 雷 咖 那 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女王 佩琪和她的家人正在看电视 现在播报一条来自女王的特别消息 是女王 是女王 这一位就是女王 各位 你们好 女王 你好 今天我要说说我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给全国工作最最努力的那个人颁发一枚奖章 真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亲爱的 肯定不会是你的 现在我来公布全国工作最最努力的人就是谁呢 兔小姐 哦 兔小姐经营着冰淇淋摊 还在回收中心 和图书馆工作 我都很爱得也是 她还要开火车 开消防车 驾驶救援直升机 还要在超市里做收银员 哦 真是漫长的一天啊 驾驶 哦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兔小姐 我来这里是给你带一封特殊的信件来的 请收下 打开看看 兔小姐 请你来我的宫殿领取一枚奖章吧 感谢你辛苦的劳动 并带上你的朋友 一路顺风 来自女王 哦 哦 兔小姐晕倒了 我不能去拜访女王 因为我工作实在太忙了 你不要担心 因为那一天没有人会工作的 女王把那一天改成放假的日子了 太棒了 今天兔小姐要去拜访女王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也跟去了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女王的宫殿 你好 这里有人在吗 这里的东西可真是太漂亮了 什么都别碰哦 哦 这座房子真的很大 有那么多的房间 女王都可以在这里面踢球了 那么女王在哪里呢 女王 女王 你在哪里呢 你好 请问你今天见到女王了没有 她是一位老奶奶 头上还戴着一顶王冠 我就是那位女王 兔小姐再一次晕倒了 你好啊亲爱的女王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戴王冠呢 我不是经常戴王冠 因为它真的非常重 全世界的人都替你指挥吗 不是全世界 是你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的吗 偶尔是 那么你可不可以让老师消失呢 哦 好多的问题啊 亲爱的女王陛下 所有孩子见到你都很激动 能够见到你们我也很激动 现在要给兔小姐颁发奖章了 哦 这是女王颁发的工作奖章 感谢你的贡献 谢谢你 请继续努力工作 为兔小姐欢呼三次吧 哦耶 好啊 哦耶 好啊 哦耶 哦 好啊 派对开始了 去花园吧 女王陛下 你的花园是我建国的最大的花园 你一直在花园里玩吗 我可没有时间在花园里面玩孩子们 真可惜 哦天呐 这里有个泥坑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绕过去 我觉得我们就算不绕过去也没有关系 是吗 没错 我们可以在泥坑里面玩 我明白了 看起来很好玩 我也要进来玩玩咯 等等 哦 如果你想要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的话 一定要穿上这样的靴子才行 亲爱的女王陛下 天呐 女王没有穿靴子 穿好了 女王很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看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都在幼儿园 公牛先生正在检修学校的屋顶 是谁帮你们盖的屋顶啊 哦 是你啊 公牛先生 干得真不错 这屋顶你们可以用一辈子 但是会漏水啊 公牛先生 你看 雨水一直滴滴答答 你需要换一个新的屋顶 天哪 我们要去哪里筹钱来换一个新的屋顶啊 我们可以举办一个游园会来筹钱啊 好主意丹尼 但是谁来负责呢 我们可以 是的 孩子们可以负责 我可以负责帮人换脸 我可以负责主持游园会 我们可以来一场妈妈和爸爸的比赛 我可以负责卖气球 好的 那我们就来办一个孩子们的游园会 好嘞 今天是举办游园会的日子 所有的大人们都来了 家长们你们好 小狗丹尼负责主持游园会 请你们捐款给学校盖一个新的屋顶吧 大厦艾米丽负责卖古董的小摊 快来看啊 快来看啊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古董哦 艾米丽 你这儿有这么多古董啊 那么你今天会忙上一整天的 狐狸先生来了 嗯 这看起来非常有趣 卖气球了 谁要可爱的气球吗 林阳夫人 你要买一个气球吗 我可以要一个红色的吗 多少钱一个 那你有多少钱啊 哦 说得对 我们再筹钱给学校盖新屋顶啊 看啊 林阳夫人 所有的古董都卖出去了 做得太棒了 艾米丽 那么你一共卖了多少钱呢 多少钱 你刚才卖的那些古董 难道都没有收钱吗 我根本不需要卖 狐狸先生都拿走了 没给一分钱 快来啊 我给你们画脸 小杨苏西负责画脸的小摊 你好啊 苏西 你能把我画成一头山豹吗 不行 我只能把你画成水泊 好的 那我可以 一个李子 瞧 佩奇负责摸奖筒 快来看 快来看 来玩摸奖筒 你好 佩奇 你好 公牛先生 你的脸是绿色的 我是一个苹果 哦 你想不想试着玩玩摸奖筒啊 好啊 那我要怎么做呢 从筒里摸出一个奖品就行了 每个人都会中奖的 公牛先生摸到了一个娃娃 我可以试试吗 猫女士摸到了挖掘机 哦 你们要换一下吗 不了 谢谢 公牛先生和猫女士都很喜欢他们的奖品 快过来 快过来 狐狸弗雷迪负责组织妈妈和爸爸的比赛 谢谢你们 这都是为了给学校盖一个新屋顶而筹的钱 我非常擅长跑步 可今天不是跑步比赛 今天比的是套袋跳 哦 你要先沾到袋子里面 然后尽快地跳过去 当然要跳得越快越好 好的 各就各外 预备 跳 加油 家长们都摔倒了 但是她们又站起来了 好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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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是套袋跳的冠军 好嘞 这个比赛很好玩不是吗 是的 非常好玩 但是这一次 我们真的要好好谢谢孩子们 为此做出的所有努力 谢谢孩子们 我们现在终于有足够的钱 给学校盖一个全新的屋顶了 足够了 好 好ys 好ys 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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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a P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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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野餐的地点 在河的对岸 那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我们要坐小船 你只要遥想这个灵就行了 大家好啊 兔爷爷划着小船朝这边来了 请问 你们要过河吗 是的 没错 你等一下 猪爸爸 船上已经坐不下了 爸爸再见 你不用担心 我马上就会回来接你的 再见 我们已经到岸了 可以下船了 谢谢你 猪爷爷 猪爸爸还在河对岸等着坐船过河呢 你好啊 猪爸爸 狼先生一家来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们来这里野餐 你们想要加入吗 当然要啊 猪爸爸 又多了几个人 呃 女士和孩子悠闲 等等 小船已经坐满了 我马上回来接你们过河 再见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温爹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野餐 哦 好的 但猪爸爸在哪里呢 他现在和狼先生待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好像有点饿了 不用担心 我们带来了食物 都上来吧 等一下 狼先生 船上已经坐不下了 哦 天哪 我有一个主意 你可以留在这儿等着 让我们两个先过去 好的 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狼先生和猪爸爸一起划着船过河了 我现在真的感觉非常饿 太好了 我们到了 你好啊 爸爸 野餐食物在哪儿 哦 兔爷爷和野餐食物还在河对岸 我忘了野餐食物 嘿嘿嘿 你没有野餐食物的话就不能野餐了 哦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哦 那我该怎么办呢 兔爷爷 嗯 坐不下了 猪爸爸 我一会儿就回来见你 哦 啊 啊 鸭太太和她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 鸭太太 如果你也是要去参加野餐 你得像我一样等着小船过来 或者你们可以直接游过去 就像现在这样 各位 我把野餐的食物带过来了 太棒了 是鸭太太来了 鸭太太总是会在我们打算要野餐的时候出现 你要来点奶酪吗 兔爷爷 这个嘛 虽然我现在真的应该回去了 但是我非常喜欢奶酪 我喜欢吃果冻 我喜欢三明治 我喜欢草莓 他们居然把我给忘了 鸭太太 你们来吃一点蛋糕吧 你最喜欢吃蛋糕是吗 我爸爸也最喜欢吃蛋糕 哦 但是爸爸在哪里呢 我们把他给忘了 你好啊 主爸爸 我来接你一起去野餐了 太好了 出发了 我们把你忘了 我们把你忘记了 但是我给你留了一些果冻 我给你留了一块三明治 还有乔治给你留了一颗草莓 你们真是太好了 那么还有蛋糕吗 没了 蛋糕都给鸭太太吃了 但是你看 鸭太太还是给你留下了一条虫子 谢谢你 鸭太太 鸭太太 我给你留下了一条虫子 转由你留下了一条虫子 如果你看到一条虫子 别忘了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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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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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珮琪 我是珮琪 这是我的小兹子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度假小姑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飞往另一个国家 他们要去度假 愿你们旅途愉快 请大家都系好安全带 大家好 现在是机长广播 我们就要在意大利降落了 哦 意大利 听起来很不错哦 现在飞机已经降落了 太好了 哦 糟糕 佩奇把泰迪遗忘在飞机上了 我们需要一辆车 可以把我们送去度假小屋 这里就是借车的地方 你好 在意大利 人们说意大利语 哦 我们需要一辆车 让我来跟他说吧 我最擅长的就是聊天了 我们需要一辆车 不是鸡蛋 一辆车 不是 也不是花 不是 啊 奥特 嘿嘿 做得好 乔治 这个行李真重啊 你确定里面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吗 猪妈妈 是的 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说我们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迷路呀 爸爸 不会了 佩奇 卫星导航会给我们指路的 在意大利 卫星导航用的是意大利语 或许我们不需要卫星导航 我们来走这条路吧 猪爸爸别忘了 我们可是在国外啊 他们开车可能会不一样 哦 开车就是开车呀 猪妈妈 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在意大利开车和在自己国家开车 有很多不同之处 你好 是的 我们来这儿度假 爸爸 为什么他们要对着我们按喇叭呢 我想他们是在说你好 我们也可以说你好吗 当然可以 你好 这里的人真的是太友好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开车去度假小屋的路上 啊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对 没错 我现在已经有度假的感觉了 泰迪 我把我的泰迪忘在飞机上了 啊 什么 我们得回去 把泰迪找回来 哦 糟糕 是警察先生来了 你好 警官 虽然我不知道哪儿做错了 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犯了 你好 我是来还你们这只小熊的 她被遗忘在飞机上面了 哦 谢谢你 我的太迪 祝你们假期愉快 我们到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终于到达了他们的度假小屋 你到底在这个行李箱里装了什么呀 都是一些度假时需要的重要的东西 可爱的植物 我们的电脑 淡妆食物 一个热水瓶 一些冬天的衣服 以防天气变冷 还有电话 我们给爷爷奶奶打一个电话吧 猪爷爷和猪奶奶正在照顾金鱼金金 因为佩奇去度假了 你确定金金已经吃饱了吗 那我就再给她喂一点好了 你好 你好 奶奶 可以让我和金金说一会儿话吗 佩奇打来的 找你 我也非常想你 金金 路上的时间太久了 现在是时候睡觉了 晚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佩奇和乔治在度假小屋里很快就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最后的假日 这是佩奇在意大利度假的最后一个早晨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门去走走了 也是你最后一次游泳了 猪先生 是这样 是我回家之前的最后一次游泳 我想一直待在这里 永远度假 度假很开心 但度假不是永远的佩奇 想想在家等着你的所有的朋友们吧 是的 我想我的朋友们了 我也很想念金鱼金金 我可以给金金打电话吗 可以 佩奇 当佩奇在度假的时候 猪奶奶和猪爷爷在照看金鱼金金 喂 你好 你好 奶奶 金金她怎么样啊 哦 她吃的挺多的 我给金金寄了一张明信片 她喜不喜欢呀 明信片还没收到呢 佩奇 我确信很快就会收到的 好的 我们今天就回家了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小羊苏西来找佩奇玩了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猪奶奶 请问佩奇度假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 苏西 但她今天就会回来的 哦 苏西想佩奇了 这个行李箱可真重啊 你确定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吗 猪妈妈 这些都是我们要带回去的 重要的纪念品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就回家喽 再见 再见 哦 看呐 哦 糟糕 佩奇忘了拿泰迪了 多么美好的假期啊 是的 我从来都没有像这样放松过 哦 你好警官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 我保证下不为例 朱先生 这是你的太迪 请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我的太迪 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 小羊苏西等佩奇回家 都等不及了 你好啊 苏西 佩奇现在到家了没有 没有 苏西 她正在往家的方向飞呢 飞高高 上天口 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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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我希望回到家是一个大晴天 佩奇一家终于到家了 爷爷奶奶 我回来了 我的天哪 爷爷奶奶对你做了什么呀 金金 看来给他喂的有点多了是不是啊 糊涂的爷爷 你给他喂的太多了 可是他总是觉得饿呀 我们从意大利给你们带来了礼物 看啊爷爷 这是一个漂亮的花园玩偶 哦 你们没必要带礼物的 奶奶 我们的明信片到了吗 没有佩奇 还没有到呢 一定是明信片到了 你好啊 是苏西来抓我了 我真的很想念你 佩奇 我也很想念你 苏西 佩奇和苏西是最好的朋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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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先生来了 他是游地员 你有一张来自意大利的明信片 哦 哦 我们竟然比明信片先到家 看啊 金金 这是我度假的时候给你寄的明信片 你假期在外面玩得开心吗 佩奇 很开心 那你玩得开心吗 苏西 这里每天都在下雨 哦 太好了 那肯定有很多泥坑可以跳了 哈哈哈 佩奇和苏西最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呢 在晴天出门度假 虽然很棒 但是我更喜欢回家 在你坑里面跳来跳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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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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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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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沙坑里玩 这个沙坑就是属于我们的荒岛了 我们将永远住在这里 如果要永远住在这儿的话 我想把它弄得好看点 它只是需要一些房子而已 还有马路 还有商店 恐龙 是的 乔治 在我们的荒岛上面也可以有恐龙的存在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正在建造一座荒岛 它已经有了房子 还有马路 以及商店 那么它有树了吗 没有 如果有树的话 那就更好了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树呢 我们应该开着大卡车 去世界的各个角落 寻找树 对吗 恐龙 你来照看我们的荒岛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找树了 佩奇 苏西 丹妮和艾米丽 正在假装开车去世界各地寻找树 你好啊 兔妈妈 你这里有没有一些多余的树呢 我们需要一些树 把它们放在荒岛上 哦 我明白了 那你们有多少棵树呀 要足够变成一片树林的 给你们吧 谢谢姐姐 恐龙们正在荒岛上面跳来跳去 玩得非常开心 你们看 恐龙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毁了 真是调皮的恐龙呀 现在我们又要重新建造荒岛了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正在建造我们的荒岛 这里有马路 还有房屋 还有商店 还有一些树 好了 我们又可以永远住在这儿了 真是太棒了 如果这里有一个小湖的话 那就更好了 没错 一个湖 瞧 一个小湖 但是要有水才算是真正的湖啊 没错 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取一些水来呢 我们应该坐着飞机 去世界各地寻找水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 假装坐着飞机 去世界各地寻找水源 小马佩德罗在玩旋转圆盘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德罗 我们建造了一座荒岛 上面有房子 还有马路 上面大树 还有一个湖 但是我们的湖还需要一些水 所以请问你这里有水吗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在玩游戏呢 哦 我明白了 你们需要想象出来的水 没错 嗯 我知道哪里有想象出来的雪 我们可以将这些雪融化成水对吧 在哪里 在那个山顶上 这是一个滑梯 它是一座想象出来的山 哦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佩德罗 因为天气太热了 这里的雪都融化了 我们可以假装它们没融化吗 不行 它们已经完全地融化了 哦 快看 它那边是真的水 猪爸爸正在喝饮水器里喷出的水 是水 爸爸 你能帮我们在水桶里面装一点水吗 我们要造一个湖 哦 当然可以 我们现在有水了 好棒的水啊 狐狸弗雷迪来了 你们大家好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荒岛 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 如果有一面旗子就好了 如果你们想要旗子 我车里就有 狐狸先生的车里什么东西都有 可是我们只需要一面假装的旗子呀 好的 这个怎么样 谢谢你 狐狸先生 现在我们的荒岛已经非常完美了 我们又可以永远住在这儿了 太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海洋馆 佩奇正在给鲸鱼晶晶喂食 该吃饭了 晶晶 晶晶为什么不吃呢 他看起来有点糟糕 他可能是感到孤单了吧 因为他一个鱼类朋友都没有 或许我们可以带晶晶去海洋馆看看 可什么是海洋馆呢 海洋馆就是一个拥有很多很多鱼类的地方 那我们一起去海洋馆玩 好不好 晶晶 晶晶的意思就是好 佩奇一家带着晶晶来到了海洋馆 我希望在这里能给晶晶找一个朋友 我相信能找到的佩奇 海洋馆里有各种各样的鱼 你好兔小姐 你们好 请问需要几张票呢 两张大人的 两张小孩的 还要一张鱼的 谢谢 鱼不需要买票 在这个海洋馆里真的有各种各样的鱼吗 哦 那当然了 应该都有 太好了 我们要在这里给晶晶找一个朋友 希望你能够找到 祝你们玩得愉快 谢谢你 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鱼缸 里面都是小鱼 小鱼 哇 巧阿鱼缸里面有无数的小鱼 Fishy fishy fish fish swimming in the sea Who will be a fishy friend for my fish goldie 这些都可以成为晶晶的朋友 不行 它们都太小了 那去看看下一个房间里有什么鱼 好的 小猫坎迪和他的家人也来了 你好啊 坎迪 你好啊 佩琪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们常来这里玩的 这里可比看电视好多了 我们喜欢鱼 我们今天是来给金鱼晶晶找一个鱼类朋友的 这个鱼缸里有什么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啊 看哪 猪爸爸 在你前面就有一条鱼啊 在哪里 那里面是一条非常大的鱼 你觉得这条鱼能成为晶晶的朋友吗 不行 这条鱼实在太大了 没关系 那我们去下一个房间吧 这个鱼缸里有什么 恐龙 乔治以为他看到了一只恐龙 这里面可不是一只恐龙 乔治 是一种鱼 非常有趣的鱼 它的名字叫海马 你知道好多有关鱼的知识呀 没错 我喜欢鱼 海马可以做金鲶的朋友吗 不行 因为它长得太像恐龙了 还有一个房间 哦 这个鱼缸里又会有什么呢 没有鱼 里面只有绿色的软泥而已 那种绿色的软泥就是水枣 那应该会有一些鱼在这里吧 哦 我看到一条鱼有着长长的耳朵 它肯定是一条兔子鱼 那是兔小姐 她穿着潜水服 哦 兔小姐正在清理鱼缸 兔小姐在打招呼 在水下说话非常困难 你好啊 兔小姐 好了 那是最后一个鱼缸了 嗯 我们还是没有给金鲶找到一个朋友 下一个房间是什么 这里是海洋馆的咖啡厅 哦 太好了 我最喜欢的房间 你好啊 佩奇 你给金鲶找到朋友了吗 没有 哦 那是谁啊 她叫做荆棘 我的宠物金鱼 她非常喜欢海洋馆 哦 看来金鲶最后还是找到她的朋友了 所以金鲶以后不会再孤单了 太好了 只要金鲶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找荆棘玩 是的 店呗 是的 店呗 我全部都能变成 还有点了 我的初词 我还不小心 你兄弟子 我许多 不是 你 你 你 哎 哎 我 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又会回到家里 但是这一次我回来 我决定以后再也不会驾船去海上了 爸爸 那么你想念大海吗 这个嘛 有时候想 是狗爷爷 猪爷爷和兔爷爷 你们好 请问狗船长可以出来玩吗 什么 我们三个正准备去钓鱼的 开船去 我们要出海钓鱼 好的 我们走 但是爸爸 你刚才说你再也不会驾船出海了 哦 是的 我是说了 那好吧 再见了 再见 哦 他们走了 驾船出海钓鱼 还不带我 爸爸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或许我会清除房子上的海草吧 可是你们的房子上没有海草可以清除呀 是的 当然没有 我们开我的船去吧 你确定这艘破旧的船足够安全吗 兔爷爷 嘿嘿嘿 它当然安全了 这可是我自己造的 我们不需要那一块 赶紧出发吧 我最喜欢出海钓鱼了 我也喜欢 锤钓旅行你需要带什么东西 钓鱼干吗 你说错了 应该是野餐篮子才对呀 有你来驾驶这艘船真是太好了 兔爷爷 嗯 但我没有在驾驶这艘船 我以为有人在驾驶 天哪 没有人在驾驶这艘船 我们在海上失去了方向 哦 快看哪 兔爷爷的船进水了 我们就要沉了 各位别慌张 我以前还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是真的吗 不是 这是最糟糕的 我们得救了 但是我们这下被困在荒岛上了 只有这片大海和蓝天和我们相依为命 而且我们一点点食物都没有 对了 我还有一盒巧克力棒 很好 我们应该留着这盒巧克力棒 等过会儿饿的时候再吃 天哪 兔爷爷把所有的食物都吃了 我们被困在这个可怕的地方 有没有谁想要吃奶酪 我们在这里才被困了五分钟 兔爷爷 每一次当我想起奶酪的时候 我就要在沙子上做一个标记 我们必须寻求帮助 寻求帮助 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主意 救命 兔爷爷很擅长大声喊叫 那是什么声音 那个是大海里的呼叫声 看来有人遇到麻烦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去救他们 我们可以开狗爷爷的船过去 等一下 我说过我永远也不会开船出海了 但是爸爸他们现在需要救援呢 说得对 就这一次我就开这最后一次 穿上救生衣 遵命船长 全速前进 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 没剩下什么可以吃的了 肯定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 你们好啊 好喂 我们得救了 狗船长营救了所有的爷爷们 陆地你好 大家都下船吧 再见了各位 几周以后再见 爸爸 你要去哪里 我只不过想 出海再去世界各地航行 但是爸爸 你已经不再是水手了 对 我当然不是 以后 就让我们三个去出海航行吧 狗船长 是的 要是他们再一次遇险的话 你还可以去救他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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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 阳光下的假日 今天是佩奇和她的家人 在意大利度假的第一个早晨 哦 美妙的假期 猪爸爸起得非常早 我现在想要出去走一走 早上好 猪先生 我看你已经找到游泳池了 这一位是山羊先生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照看度假小屋 爸爸掉到水里去了 一点都不好笑 我觉得这挺好笑的猪爸爸 我想了一下 确实有点好笑 这个是我的女儿 我是山羊加布里埃拉 我是小猪佩奇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我们要出去观光一下 我们的村庄非常漂亮 我带你们去看看 好的 但我先要把这身湿衣服换掉 我看起来不像游客对吧 你看起来非常完美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的 猪爸爸 那我们出发吧 这里就是加布里埃拉住的村庄 这是我审慎开的商店 我可以在这里寄一张明信片吗 要寄给谁呢 寄给一条金鱼 给一条金鱼 那要选一张有大海的明信片 是的 因为金鱼金鲸非常喜欢水 这是帮戈谷 地毯 还有花园玩偶 有谁会买这些垃圾 游客们会买 哦 你好 你们好啊 猪妈妈买了很多东西 准备带回家 猪妈妈 我们的行李箱装不下这些东西了 别担心猪爸爸 他们这里也卖行李箱 这是村里的咖啡馆 你好 加布里埃拉 我叔叔做的比萨非常的好吃哦 你们在意大利也吃比萨吗 比萨就是意大利的食物呀 哦 很好 我非常喜欢吃比萨 我要先在上面放些番茄 接着再放上一些奶酪 然后把它放进烤炉里 再放到我的肚子里面 或许我们该先让它烤一会儿 没错 佩琪 我们给你的金鱼写张明信片吧 好的 我真的非常想念它 你好 金鲸 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永远爱你的 佩琪 你可以将明信片投进这里 再见了 明信片 快点飞回家吧 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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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 佩琪喜欢吃比萨 大家都喜欢吃比萨 你喜欢吃比萨吗 泰迪 喜欢 比萨真的很好吃 这真是太棒了 亲爱的山羊叔叔 在我的肚子里 永远都留有特别的空间 给你的比萨 非常感谢 再见 再见 哦 糟糕 佩琪把她的泰迪 遗忘在咖啡馆了 我们的假期 过得真是太悠闲自在了 哦 糟糕 是警察来了 让我来跟她说 你好 警官 虽然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但我保证下不为例 朱先生 你的太敌 我的太敌 谢谢你 这是我的工作 亲爱的夫人 佩琪和她的家人 回到了他们的度假小屋 该睡觉了 我们可以给金鱼金� 打电话吗 可以 朱爷爷和朱奶奶 正在照顾金鱼金� 因为佩琪去度假 还没回来 我真的希望金� 金鲤打电话吗 可以 朱爷爷和朱奶奶 正在照顾金鱼金鲤 因为佩琪去度假 还没回来 我真的希望金鲤 已经吃得足够饱了 你好啊 你好啊 爷爷 我的金鲤现在还好吗 金鲤现在很好啊 我今天给她 寄了一张明信片 她现在收到了吗 还没有呢 但是我确定 很快就可以收到了 那么晚安了 亲爱的爷爷 晚安 亲爱的佩琪 佩琪和乔治 在他们的度假小屋里 很快就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香水 佩琪和乔治去看望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佩琪正看着猪奶奶在梳妆台前化妆 奶奶你闻起来真香啊 谢谢你佩琪 这是我的香水 薰衣草香味 她闻起来就像你的花园 是的 因为香水是由花园里的花做成的 嗯 奶奶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是真的吗 是的 首先我需要一些水可以吗 这是你要的水 好的 现在我要放一些花在里面 这样的花就可以做香水了 这个主意不错 但是我们只能去摘草地里的花 不能摘花坛里的花 好吗 好的 小花你们好 有谁想被我做成香水的吗 我现在可要把你放进我的水杯 里面咯 你好蝴蝶 我现在在做香水呢 我做出来的香水 肯定是世界上最香最好闻的香水 嗯 真好闻啊 乔治来了 往后蘸一点乔治 我现在在做香水呢 你想要看一下吗 首先我要蘸一朵很香很香的花 嗯 嗯 这朵花真的很香 然后 把这朵花放进水杯里面 不可以 乔治 你不可以把草放进我的香水里面 只有这样它闻起来才会像香水 你闻一下 乔治 乔治不喜欢闻花的香味 猪爷爷在他的植物园里 爷爷爷爷 你来闻一下这个 天哪 它闻起来像池塘里的水 这个就是我特制的香水 是我用在花园里摘来的花做的 哦 对 没错 我想这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香的香水了 是的 你喜欢吗 乔治 不喜欢 乔治他好像不喜欢花的这种香味 乔治你可以拿着这个篮子 你还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做香水啊 其实我的植物园里也有很多既可爱又好闻的东西 那种植物叫迷迭香 我做饭的时候喜欢用它 嗯 它的味道闻起来不错 咳咳咳咳咳咳 还有这种叫薄荷 嗯 哦 闻起来有很浓郁的薄荷味 不要 然后还有这种叫薄荷荷 嗯 哇哦 这个气味就跟奶奶用的香水一样 哇哦 我闻到了很浓郁的薄荷荷味 啊哈哈哈哈 猪奶奶来了 你闻起来好香啊 谢谢你猪爷爷 奶奶奶奶 闻闻这个吧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做的香水呀 哦 是吗 做的真不错 那么乔治你也做香水了吗 没有奶奶 乔治他根本就不喜欢闻这些东西的味道 不过肯定有你喜欢闻的东西对吗 乔治找到了一个泥坑 啊 乔治你装的那些是什么 你也做了香水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味道闻起来挺不错的 嗯 这味道好像挺好闻的 我觉得这味道闻起来挺不错的 你在里面放了什么乔治 是 乔治的香水是由泥坑里面的水做成的 啊 我们可以叫它泥坑香水 哇 哈哈哈哈哈 亲爱的奶奶 你现在身上的味道闻起来 比之前更加香了 是的 我觉得你以后应该经常使用这款 泥坑香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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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